上集就提到 每年六月最後一個星期五 是國際帶狗上班日 以為香港就不能普天同慶 原來總有超少數例外 這裏是位於葵聰一間物流公司的子公司 時間是上午8時半 每次這對人狗媽必上班 都會被其他同事走 免得打擾到同棟大廈上班的人 上樓開工前 狗職員Charlie 勵行會先解決這些大小事務 公司就位置七樓 Charlie表示喜歡走上去 舒展筋骨 帶她上班 原來這麼少東西就夠了 辦公室陸續坐滿了 有同事已經急不及待過來打個招呼 是開心了 你會安裝一下 然後突然走過就嗨 但她又不理會你 這麼開心 小優時間就有請Charlie獻記 為大家減減壓 我帶她上班的日子 比她不在辦公室的日子 時間是快了很多 可能因為人輕鬆了 感覺良好 對這隻狗職員來說 原來都是一個學習過程 新的環境 新的同事 甚至乎因為牠是倉 樓上會有搬貨的聲音 會有積車 會突然有些聲音 對牠來說是學習過程 當然了 又怎會每個同事都喜歡狗 堂狗其實害怕的 感覺很惡 現在改觀了 原來是很溫馳 氣氛工作環境是開心了 其實都沒有特別的 因為牠都是在那個位置 不會走來我們這裡 我們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 原來除了狗 這裡的同事還可以帶子女上班 有時那些同事帶了小朋友回來 或者帶了一隻狗回來 反而牠 我都不用擔心家了 在我們管理角度 反而增加了工作效率 就是牠知道 不是每一份工作都有這樣的彈性 反而牠更加真正的工作